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是學測102年自然科的第16題 下列圖示中哪些操作是正確的 在這邊我們必須要知道這些實驗室的器材的操作 那這邊總共有五個選項 也有五個不同的實驗室操作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它吧 來 首先是我們量桶的部分 我們量桶要把東西倒到我們量桶裡面要怎麼倒呢 要把液體倒到量桶裡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我們的量桶傾斜 然後液體靠過去然後開始進行傾倒 這個是正確的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將粉末放進我們的飾管裡面 那要怎麼放呢 那在這邊就是 將它橫放然後放進去 那這樣可以避免我們的粉末太多留在管壁上 然後讓我們的粉末可以到我們的飾管的底部 所以這個動作也是正確的喔 所以這個動作也是正確的喔 好 第三個 從屏裡面吸出四季之後 來這張圖上面是吸出四季以後 我們的Dropper就是我們的滴管 它是倒過來的 那液體就會跑到我們的吸球裡面去 那這個動作呢 是錯誤的 因為這樣子我們的液體就會跑到吸球裡面 會讓我們的吸球變不乾淨 那以後我們就沒辦法 再繼續用這個滴管了 因為我們如果再用這個滴管吸 那就會不乾淨了 那正確的方法是什麼呢 正確的方法就是 我們滴管朝下 那我們吸球在上面 那吸起來之後 然後我們一樣吸球在上面 低管的 吸的部分在下面 這才是正確的動作喔 來 第四個是我們點燃酒精燈的方法 這邊的圖示是講說 我們用一個點燃的酒精燈 去點另外一個 還沒點燃的酒精燈 這個動作很明顯就是錯誤的嘛 因為我們這樣一傾斜 那我們的酒精就會露出來 那這樣子只會讓它更危險 到時候你點火點的整個教室都是火 那就不太妙了吧 那這個動作是錯誤的喔 那我們要怎麼正確的點燃我們酒精燈呢 正確的點燃方法就是用我們的火柴 或是用我們打火機 點燃火之後呢 再靠近我們的火源 點燃它的燈心 那它這時候就會點起火來 點起來之後 它就是我們正確的點燃酒精燈的方式 那不要忘了 我們在 我們在熄滅酒精燈要怎麼熄滅 直接蓋上它的蓋子 就可以熄滅我們酒精燈囉 來第四個 我們要收集氫氣 那收集氫氣要用什麼方法收集呢 那它的這邊集氣法有好幾種 那它這邊提供這個叫做 向上排氣法 為什麼叫向上排氣法 因為我們把空氣打進來之後呢 我們要收集的氣體會累積在下面 那原本的空氣就會打出來 那原本的空氣被往上排出來 就叫做向上排氣法 OK 好 那這個方法適不適用於氫氣呢 我們必須先知道一件事 我們的氫氣呢 它的重量 它的重量一定會小於 我們的空氣的重量 因為我們的空氣的平均分子量大概是28嘛 對 所以它的重量一定比我們的 空氣的重量還會輕 所以正常我們氫氣應該是會浮在上面的 所以這種時候我們要用什麼方法排氣呢 這種時候你說 那可以用向下排氣法吧 用向下排氣法 我們還要 必須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向下排氣 我們的空氣擠在上面 但是我們必須要保證 我們的氫氣能把空氣全部擠出來 那如果要更高純度的氫氣的話 我們就必須用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排水集氣法 那排水集氣法是用的氣體呢 就是不溶於水的氣體 那我們這邊剛好 氫氣的重量小於空氣 那而且我們的氫氣又不溶於水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向下排氣法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所以這邊這個向上排氣法 收集氫氣就是錯誤的喔 正確的方法就是用我們的排水集氣法 我們的排水 我們把氫氣收集進來 然後會出現很多個泡泡 那它會把我們原本的水給擠下去 因為我們的氫氣不太容易水嘛 所以呢 都會是我們的氫氣 那我們的水就會被擠下來 這樣就可以收集到比較高純度的氫氣喔 接下來我們回來看我們的題目 那它說下面哪些時間操作的正確呢 我們剛剛看了這麼多個步驟 那正確是哪幾個 首先是我們的 架嘛 然後乙嘛 那剩下的這邊就錯了嘛 然後這個是混成火柴嘛 或是打火機嘛 然後這個要用排水集氣法 再用排水集氣法 所以我們正確的答案就是我們的 誒 那這樣就 這樣子你答對了嗎 這個其實 這個題目其實還蠻簡單 是比較知識性的問題喔 那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那我們可以再往後看一下 就是我們相關考題的重點 我們相關考題重點的地方會跟大家提醒 我們實驗器材的使用還有介紹 就是我們實驗室一些要守的規矩啊 然後還有我們的器材要怎麼使用 那它正確使用方法是什麼 那要注意什麼事情 那這都是我們在這個地方會在講到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把它點進去吧 點進去那 就可以看到我們更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